公元919年7月 在吴溪境内 有两支大军正在会战 这一片地方归属于南吴 这是一个怎样的政权呢 我们说五代十国时期 是一个混乱的分裂时期 有十个国家 有吴国 就那庄下平叛的杨行密 他的领地都城在扬州 吴岳政权都城在杭州 有乾蜀政权 王氏建立的都城在成都 有南唐政权都城在南京 有福建的敏政权 都城在福建常乐 有楚政权都城在湖南长沙 有南汉政权都城在广东的广州 有南平政权 在湖北的荆州为都城 有后蜀政权也在成都 还有北汉政权在山西太原 那我们今天说的 在吴溪境内进行大会战的两支军队 都是哪方啊 进攻的一方是吴岳军 指挥官是吴岳王乾流的儿子 叫乾传冠 早在这一年四月 乾传冠 曾经在廊山脚下的长江上 率领着吴岳舰队 把南吴军打得大败 现在他又带着三万大军百个阵势 打算在陆地上再打一个大胜仗 那么防守这方的吴军呢 谁做总指挥呀 在左翼大营里边 大城乡东海军王徐温 身披甲州 指挥部队 徐温就是给那杨行密 出主意装瞎评判那位谋士 这会儿是掌握着军权 吴岳军开始进攻了 他们的主攻矛头 正对着是吴军的左翼大营 吴军在主帅徐温的指挥下 奋力抵抗 不过这位主帅 不是真正的徐温 那怎么回事啊 真正的徐温这会儿 正躺在指挥大营里边休息呢 感情两军交战 关键时刻 真徐温病了 头昏脑胀 站不起来坐不直 一起来头发晕 只能躺着 那怎么指挥啊 手下人给出了个主意 不能说主帅病啊 换散军心呢 找了一个相貌酷似徐温的兵丁 穿着他那身形头 坐在中军帐 想不再样在这指挥 这样腾出时间 让真正的主帅治疗 还可以迷惑敌人 稳定军心 真所谓是一举三得呀 不过事先打仗的方案 真正的徐温早都制定好了 现在是杀生连天 在这么一个混乱的环境下 要说真就能安心下来休息 养病 还何容易啊 徐温躺在床上 脑子里想的全是打仗的事 四月的廊山之战 吴冰被人家打败了 死伤一千多人 七十多名战将被俘 如果这一仗再打败了 那么吴越军就由水路而登陆路 城池再一丢 老百姓往哪去呀 这战乱哪年才能平息 但是容不得徐温多想 眼前战争这破代眉睫 吴国刚刚建立 吴越王前流 声称是奉着梁王朝的诏令 要出兵征讨 现在南吴的水军已经打了一次败仗 这一仗再不取胜 就难以生存了 徐温顾不得再多想了 病势稍稍见好 他就亲自指挥战斗 把那个代替他那人 那衣服都脱下来 还得我自个穿呢 他不放心呢 徐温仔细观察创方形势 嗯 他有了主意 敢将长期干旱 这战场上草木枯黄啊 这是用火攻的好机会啊 有风起火一点就着啊 而且风向正好向吴越军登陆这方向吹 这不可以采取火攻吗 徐温当机立断 命令吴军趁着风势纵火烧敌啊 火随风涨风急火猛 吴越军顿时大乱时四下溃逃 伤亡无数 被杀的被抓的的多了去了 只有指挥官前传冠 在乱军中逃走了 南吴军大胜 徐温下令收兵 徐温的养子徐之告 站出来请求 请求副帅给我两千步兵 去追杀吴越的败将残兵 我能一举夺下苏州 徐温这会儿 脑中又想到先前在病床上想那些事了 哎 算了吧 对于这个杨子提出这个要求 他能理解 战机不能够错过 但是老百姓多可怜呐 强敌已经战败 何必穷追不舍呀 我现在想的是 如何休战安民 大部分将领原本都同意徐之告的意见 你放弃了战机 将来敌人还会反扑啊 而且吴越军靠的是战船 现在天下大汗 水稻枯干 他们的船走着也不方便 应该集中步兵力量 集中骑兵力量 乘胜追击 把他们全尖呢 得了吧 徐温摆了摆手 常年战乱 民不聊生 如今我方已胜 不用穷追猛打 吴越一定会感激我们 若达成和解 两国百姓则安居乐业 君王陈鼠都可以高枕无忧 这比你死我伤 争斗不已不强吗 大伙一听主帅 已经定下主意了 谁也不好就再坚持什么 过了些日子 徐温派使者携带着吴王杨龙衍的书信 去见吴越王前流 这杨龙衍就是装瞎的杨行蜜的后人 到那儿去谈怎么友好相处的问题 早的时候还带了很多的礼物 并且把吴越军的战俘都给带回来 这可是真心实意和谈啊 吴越王前流也受了感动 派使求和 从此两国修兵霸战 吴国所属三十余州的军民 安居乐业长达二十多年 这都是徐温的功劳 据说这徐温早年追随杨行蜜 打败过强敌 在抢战利品的时候 人家的将领都去抢金子 抢银子 而徐温呢 是抢的骨仓 把那梁库先占上 归为己有了吗 不是 命手下人存米熬粥 救济战乱的基民 是深得南无境内的民心呢 现在吴王杨龙衍即位 徐温独掌吴国大权 他是一如既往 不喜欢打仗 而处处替百姓着想 军队的疾苦 他最了解 所以才有今天 无息霸战之势 这也不足为奇啊 那么这吴王杨龙衍呢 这杨龙衍真不如这徐温 他在位的时候 大权全交给徐温了 徐温官拜镇海节度史 是大权独揽的 在公元915年的时候 徐温留自己的长子徐之逊 在扬州管理政事 南无的首都在扬州 徐温让自己的大儿子坐镇扬州 可见徐家父子权力之大 那他去哪啊 他自己带着军马 驻扎在润州 润州就是现在江苏省镇江市 互为互应进行遥控 咱们现在再说说徐温的那个杨子 徐之告 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 有乘胜追击那位 现在徐之告也有功劳啊 沾着这义附徐温的光 他做了升州刺史 升州就是江苏南京 徐之告很会做官 他提倡廉洁发展农业 为了谋求发展 他是广纳贤财 而他自己呢生活节俭 但这是对自己 对别人 尤其是对来投奔的人才 他是乐善好施啊 很多人慕名而来 其中有一位姓宋的先生 叫宋祺秋 此人出身威贱 年幼丧妇 穷困潦倒 来的时候破一啰嗦的 守先生不让进来 嘿嘿嘿 干嘛呢你是啊 听说大人在招贤 对呀 招贤不假 也招不着你这样的呀 正敢徐之告听见了 他快请进来 不可 貌相啊 这么一交谈 他发现这宋七秋 很有才华 就留在了身旁 时间长才得知道 宋七秋小时候穷的什么程度啊 曾经为了生活所迫 不得不靠仓家卫士资助湖口 认了一个妓女 作为自己的母亲 要不然就没法吃饭了 所谓穷人孩子早当家 由此他十分好学 胸怀大志要改变命运 宋七秋认为自己将来能成大事 所以带着这份自信 甚至是自负吧 他来投奔徐之告的 俩人接触越多 徐之告越觉得这位宋先生 具有奇才大略 所以拿他做的重要谋事 有这么一天 徐温来看看自己这杨子 在徐之告的府中 也见到这宋七秋了 来往他们一攀谈 他发现宋七秋谈古论今 雄心勃勃 徐温馨里边有些不高兴 怎么呢 有人才不好吗 分这人才跟谁啊 这毕竟徐之告是自己的杨子 不是亲生的 那么这杨子身边 有这样富有雄心的谋事 相帮助 日后自己要是死了 这徐之告 必然会威胁到自己亲生儿子的地位 事后他派人打听 打听什么呀 打听打听这宋七秋的底细 他住哪儿 少下人探听明白了 宋七秋记住在石头大师的寺院内 石头大师是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和尚 宋七秋就在他那院里边记住呢 徐温就派人找着石头大师来了 一亮出徐温的身份 谁不害怕呀 大师 我们主人说了 姓宋的这个穷小子在我们少爷门下 恐怕他教少爷不学好啊 哪位少爷 教咱们生州刺史大人呢 阿弥陀佛 贫僧应当如何是好 我家主人担心 这姓宋的 教我们这位刺史少爷不学好 竟学坏 以前 这位刺史大人懂得忠孝 如果日后要有改变 大师可有责任啊 好 这就开始威胁 老大应当如何 你应当观察观察这姓宋的 看看他平时有何作为 我们大人想随时知道 放心吧 老那 定会如实相告 这和尚就开始监视这宋七秋了 宋七秋 也感觉到了徐温的担心 这明白人一对眼神 是心照不宣啊 打这儿起 宋七秋每天是早出晚归 每天一回来啊 人还没到呢 那酒味先飘进来 喝了个名鼎大醉啊 这是和尚住的寺院 要动酒动肉 这多招人烦啊 石头大师很不高兴 宋施主 要是再这么喝酒 可修怪老那下诸客令了 这佛门境地 不准沾酒肉的人 常来常往啊 是 大师 我一定注意 宋七秋打这儿 倒是把酒戒了 没两天再回来 没酒味的 身上全是香味 大师纳闷啊 干嘛去了 我刚打 翠花楼回来 好嘛 把酒戒了又改了瓢了 大师一看 和他这位宋先生 没什么志向啊 除了喝酒 他就是棉花卧柳 没事 这宋先生提笔还写诗呢 一看 写的都是银瓷浪曲 石头大师摇摇头 心想徐温大人 何必担惊这样的小辈呀 过些日子 把这些事 他如实转告给了徐温 徐温一听 酒色之徒啊 不值得忧虑了 就放松了对宋七秋的戒心 其实这是宋七秋 掏悔之计 就用这条计策 瞒过了徐温 再说徐之告 至岭生州 是卓有成效 整修成墙 建造了十分壮观的 关崖房舍 里里外外 城市是焕然一新呢 再过一段时间 徐温来视察视察 一看这生州 富庶繁华 徐温改主意了 既然我尔把 生州治理的 物负民风 为负决定 从润州 迁往生州 我坐镇这儿怎么样啊 这多余商量 那让徐之告 跟他换访呗 徐温让徐之告 做润州团练师 徐之告表面不敢反对 心里边老大的痛快 心想哪好你搬哪 我还是不招待见呢 杨子跟亲儿子就是不一样 让我去润州 他满心不乐意 快 派人去 把宋先生请来 俩人就在楼顶 那密室里边 单独会见 这事儿 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楼顶 那是最高一层 室中屏风都没有 为什么 就怕有人躲在屏风 后边偷看偷听啊 此时屋中 就二人对坐 当中 有一只大火龙 烧着炭 劈啪作响 俩人想事的时候 是默不相对 一语皆无啊 想好了 都不敢说话 怎么呢 怕有人听见 隔墙有耳啊 怎么办呢 就用那拨火的棍 站着炭灰 在地上写字 写完就手擦了 宋七秋了解 徐之告的苦恼 就着炭灰 他画出了润州 跟扬州的简略地图 在扬州这旁边 写上徐之训 这三个字 徐之告看着这扬州地图 琢磨琢磨 啊 面带笑容 他乐了 第二天 十分爽快 是告别升州 转任润州 把这地儿 让给徐温了 那么 这宋七秋怎么提醒了 徐之告啊 这徐之训怎么回事啊 徐之训 那是徐温的亲儿子 他一点名徐之训 在扬州 徐之告就懂了 这位徐之训 是骄傲放纵 胡作非为啊 所以 他很有可能 随时在都城会出事 那么润州 跟首都扬州 仅有一江之隔 扬州 一旦发生变故 身在润州的徐之告 就可以迅速行动 争取主动 调任润州 这是接近都城的好机会啊 何乐而不为啊 果然 宋七秋 眼光看得远呢 没多久 徐之训 就在这扬州 惹出了祸端 怎么惹得祸端呢 跟个人行为有关系 咱们说过 这吴王杨龙眼 把大权交给徐温父子了 徐温父子专权 这吴王心里 也不痛快 要单从徐温这一点来讲 吴王杨龙眼 倒也安心 因为徐温是老臣 恪守君臣之礼 对吴王很尊重 但是现在徐温不是 把这首都扬州的掌握权 交给了儿子徐之训了吗 这徐之训 跟他老爹可不一样 仗着他父亲大权在握 他是骄横跋扈 根本就不把这吴王 放在眼中 有一次 他逼着这吴王杨龙眼 跟他一块演戏 而且他演这主角 演参军 让这杨龙眼 扮演那个配角 演家奴 既然要演 那就得化妆 好让这吴王 把这头发得扎在头顶 穿着破衣 老跟他号不瞎转呀 你想那吴王能高兴吗 到佛寺将相赏话 徐之训借着酒装风 当着臣子的面 就辱骂这吴王杨龙眼 把杨龙眼吓坏了 又恐惧又气愤 气得回去之哭 也够窝心的 侍从门都看不下去了 怎么说 这也是我们王爷呀 当时骂的姓头上 谁也不敢拦着 好些人跪到求情 劝这徐之训 徐大人 慢发虎狼之威 窃息雷霆之怒 他们算把这吴王 劝到船上 躲开了 没想到这徐之训 驾小舟在后边紧追呀 是追着骂暴跳如雷 而且追上之后 带领武士 冲上了吴王的船只 当着吴王的面 把那几个开船的侍从 用铁锤给打死了 文武百官 对这徐之训 十分不满 可谁敢跟徐温说呀 人家是亲爷俩父子 这是亲儿子 吴国有一名大将 实在看不下去了 这位是吴国名将 叫朱锦 最初朱锦 带着一支部队 投靠的是老吴王杨行密 由此 吴军升势大阵 增加实力了吗 当时杨行密感动的 解下自己配的玉带 赠给吴锦 可见军臣关系多么好 这也是老臣了 徐之训早年 还跟着这朱锦 学过军法呢 兵书战策 没少了向人朱锦学 所以这徐朱两家是世交 朱锦还经常派人 到徐温那去问安 今天呢 派的是使女 去看看徐之训 同家之好吗 徐家长势的 就是徐之训呢 他这徐之训 喝多了 本身就是一个 贪酒好色之徒 今天一看 朱锦派来的这位使女 姿色过人呢 他也不管不顾 并退左右 强暴的这个使女 使女含着泪回来 报告主人 回到朱府这么一哭 主人朱锦是勃然大怒啊 说句老百姓的俗话 打狗得看主人 何况这是我派去问安的使女呀 你侮辱他就是不尊重我呀 朱锦很不高兴 派人去责问徐之训 徐之训这伙还大着呢 就这么做怎么了 喝点酒 谁不犯点错呀 他一点没感觉到愧疚 而且暗中还要报复朱锦 你们家的使女在你们家也是下人 在我这儿 这我看着他是他的福分呢 你朱锦还敢指责我 你拿你当大份啊 甭跟我们这儿拍老江 他暗中使劲 要把朱锦 扁往外地赶出扬州 朱锦那在朝中也是老臣 能没有亲信吗 得知要被外调这信 朱锦就恨上这须知训 好小子 你跟我动音的 朱锦不动声色 黎经夫人答应 从他乖乖走啊 临走前 朱锦请徐之训到家里来化别 这是人之常情 通家之好老朋友了吗 摆上丰盛宴席 朱锦还亲自给了徐之训 针酒不菜呢 徐大人 今天咱们得一醉放休啊 来来来 把准备好那歌舞机请出来 为我们歌舞一曲 祝祝酒幸啊 徐之训是辈儿高兴 学过三薰菜过五位 这朱锦还特意把徐之训 领到那马厩那儿 怎么呢 看看这有几匹宝马 你挑一匹 临别为赠吧 赠给他了宝马 徐之训是洗衣上心头 他哪想到死神也接近了